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是身高不足一米哟 拿破仑一个矮子 也能行军打仗征服欧洲啊 可是人家是伟人 你不是啊 马云姚明同框上演最萌身高差一项数据就充分表明 身高还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美国总统 除了一米六十三的麦迪士 其余几乎全都在一米八以上 要知道在美国总统进学的电视直播中 高哥可是占了不少便宜 对大部分视觉动物来说 看着高哥演讲也觉得更有气势 不过公众喜欢白高明人身高倒是缺有歧视 原本只有一米七几的毛主席 经过各类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渲染 已经被加持到了一米八以上 实际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八的鲁迅先生 也因为长着一张高个脸和其文学具家的身份 让人物以为他是个高个 也有心理家人们 身材还小的人容易争强好胜获得成功 为的是弥补自己身高上的缺憾 斯大林 莫索里尼 拿破仑都是典型的例子 这个说法是否准确我们不知道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身高肯定决定不了一个人的成百 但是反过来说 外貌多多少少 还是影响了一个人的将来 用哪次成功人士来给自己灌 毒鸡汤的想法并不可取 骨骼的生长是有期限的 对成年人来说 想要长高已经是亡羊补牢 但是孩子们还有很多长高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的家长都卯足了静 让孩子补充一能 点击链接收听 决定孩子身高的四个秘密 该长高的还是得长高 个子高没坏处 至少穿啥都好看